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在当中有许多的老战士在片子里头现身说法 我们接下来要跟着他们的脚步继续进入他们这一段飞虎传奇的故事 在这阶段我们再来介绍现场的两位来宾 一位是飞虎传奇的制作顾问王立本教授王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再来介绍的是这部片子的制作人郭婉玲 制作人你好 大家好 好 我们接下来要请教制作人了 其实这些老战士我们都觉得他是一部活历史 在他的身上有好多好多的我们当年的故事在他的脑海当中 所以在找寻这些将领的时候很困难吗 对 要拍摄飞虎队的故事当然最重要的 要找到飞虎队的成员嘛 第一任务 对 所以当初我们在开始做研究的时候 就真的认真的从各种资料搜集各种来源 然后想办法列出了一系列的名单 希望能够找到这些人 然后能够做一些深入的访谈 对 包括王老师的时候也帮我过滤了一些人 对 那比较可惜的是因为在这个拍摄的时间点上面 老实说距离当时的时间真的是比较遥远了 所以大部分的飞虎队员经过我们的一一搜寻之后 我发现很多人不然就是年纪真的非常大 他已经没有办法说话了 就是可能状况 见到状况不是那么好 或者是他真的就已经离开我们了 就我们没有办法做到这些访谈 所以整个一长串的名单过滤下来 我最后在台湾只找到了两个人 真正就是真正后来在我们影片当中做到访谈的 那后来呢 我又在美国那边找到了 就是李学严将军 大家也可以看到 那时候我们访问李将军的时候 他已经高手102岁了 所以是非常非常高领了 那当然我们在中国那边也访问到了一些其他的飞虎队员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节目网站上 我们有一个飞虎先生的专栏 然后里面有一些他们的个人的介绍这样子 可是除了这些人之外 我们当然希望 因为当年的飞虎队员其实前后是一两千人的 人数是非常众多的 所以我们除了现在还能够找到人之外 我们还设法在历史画面当中做一些搜寻 所以我们找了一些比较过去一点的访谈影片 包括之前在1999年曾经做过的一些比较有系列性的访谈 对我们从那个过去的访谈当中也搜集到了很多资料 所以在我们影片当中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真正的飞虎队员 在各个片段的访谈 那有一些是比较早期做的 有一些是这次我们重新做的 对 制作人在你找寻到这些老战士的时候 跟他们询问这段历史 他们是怎么样的反应呢 又开始来讲一长篇故事了 对 你想想看对他们来说 对一百岁的李继贤爷爷来说 我们访问他的时候 他那年刚好一百岁 对他来说他三十岁开始飞行 就是对他来说那已经是七十年前的往事 对 可是我很讶异的是 他们对很多细节都还记得非常的清楚 比如说张玉板爷爷还记得他怎么样离家去从军 然后怎么样 他是徒步 然后坐火车 然后又换什么其他的交通工具 经过千辛万苦才能够去报名从军这件事情 所以是离家非常遥远 而且是没有告诉家人之类的 就是怀着一股那种 当年就是很单纯的想要从军报国这样的豪情壮志 当年我们这样子以寡击中 打日本鬼子不容易 你就是要报着誓死的决心去从军的 所以可见当年有很多像他这样的人 对 他们是报着这样的想法 纯粹真的就是为国奉献这样子 然后就经过非常遥远的过程才能够真正 就是真正报名 然后从军 他们还有非常严格的体检限制 所以不是每个去的人都可以被录取的 对 就是尤其是空军 他的限制是非常严格的 对 那这些爷爷在谈起当年的事情的时候 我很讶异他们真的都还记得很清楚很多细节 然后我相信对他们来说 这些事情都有很深刻的意义 所以才会这么久之后都还记得这么清楚 像张玉板爷爷他后来就从军中退 就来台湾之后 他就去从商了 所以他有很长一段时间已经跟军中没有直接的联系 对 可是对他来说呢 还是他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段过程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有一段访谈影片就是没有办法剪在片中 可是我们有放在网路上的 就是他在唱当年军校的军歌的时候的那个神情 对 你知道你还是可以看到那个少年 他怀着那个报国壮志的那种心情 对 打日本鬼子的 对他们来说那种心情 对 我相信那个心情是我们在这个和平时代 没有经历战乱的人很难体会到 可是你从他流露的神情当中 你可以很深刻的感受到 他们当时的那个 那种情操 然后那种 真的就只想 就是很想改变这个世界的那种决心 只想为国家而忘记自己 的确 我觉得那真的是上一辈让我们真的学习的地方 的确 我相信这也是这部片都不只是这两页 也还有其他一些小小的故事 能够给我们很大启发的地方 就是今天我们回顾那段历史 我们到底要看的是什么 不是说谁战败或谁战胜这件事情 而是在面对人生 或面对世界的这样的困境的时候 他们是怎么样去面对他们当初所身处的那个状况 你可以看到这些飞虎队员 他到异国去参加作战的时候 他抱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 那其实我们片中有提到 他们到后来参战这件事 已经不只是去帮别人打仗这件事 也许一开始是 就是刚刚王老师讲 用美国的志愿军来说是帮中国打仗的 的确 可是到后来呢 因为他们参与久了 他们的战友也一一在战争当中牺牲了 所以对他们来说 个人的情感因素就越来越重 对 这个东西就不再是别人的事情 而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了 是 没错 所以王老师在美国这一块 其实当年来到台湾参战的 也都是非常年轻的一群 我在纪录片里面看到 最年长的也就是27、28岁 对我们来说都是年轻小伙子了 他们当初远渡从洋来到中国参战 尤其到中国那么内陆的地区 四川云南这边 对他们来讲 完全是一个陌生的世界 对这些年轻的美国男孩来讲 用今天来讲真的是男孩 还在念大学高中的阶段 就来打仗 对 20、21这种年龄来到中国 然后当他们这个我们早期的时候 我们可以说 就是1940年飞虎队刚成立的时候 我们可以说他们是这个 也是为了这个个人的这个名利 就是为了这个赚钱嘛 因为当时中国政府给了他们不少 就是很高的一个奖金 可是就成如刚刚这个婉林所说的 这个随着战争的演进 他们有许许多多的战友 跟他们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 在中国为了这个做 为了跟日本作战而英勇牺牲呢 然后再加上 再加上珍珠港事变之后 这个美国也参战了 所以这个战争慢慢就变成 不单只是他个人的一个因素 就是也是为了国家 为了友情 最重要是他慢慢 他们在中国住一段时间之后 他们也真正体会到一件事 这点最重要 就是中国百姓蒙受重大的痛苦 在战争当中 物资缺乏 被日本屠杀 被日本轰炸 那这种正义感 这种季若复兴的正义感 他们是亲眼目睹 对 亲眼目睹 这个当时有很多美国飞行员 他们回忆 看到那个被轰炸过的重庆 一片焦土 然后遍地的尸首 然后这个老若富庶坐在路边 嚎啕大哭 那种侧影之心就会出来 就是说人类的文明 不应该是受到这样 一个文明的社会 不应该有这样子事情出现 那我应该 我会驾驶飞机 我有作战能力 我应该挺身而出 保护这一群弱势的人民 这种高贵的情操 逐渐就会磨练出来 是 而且在影片当中 我看到除了飞虎队的付出之外 中国的老百姓 在当中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因为毕竟飞机轰炸 被日本人轰炸 可能是锁定机场 对 那机场要赶快盖好 赶快重建 飞虎队才能再度出发 是 这个我们在纪录片里面 会看到一张照片 这个影片我记得也有 就是当时 因为当时 后来等到1941年 42年 美国也宣战之后 对中国的援助开始增加了一点 虽然很有限 还是增加一点 当时陈纳德是建议军事委员会 建议这个蒋中正委员长 最好能够把整个飞虎队的作战的前进基地 推从这个云南跟四川推进到湖南 广西 甚至于广东的北部这一带 这样子的话 这个飞机可以前进到这些地区 整个作战纵深会增加一两千公里 这样子的话 就可以从我刚刚讲的这些地区起飞 去轰炸日本在中国东南沿海的 这海上运输线 跟长江的上面的这个日本的航线 陈纳德一直都相信日本是岛屿经济 只要我把这些补给线 把它用飞机把它轰炸截断 这对日本的经济会有很大的打击 可是我们要知道修建机场是非常困难 因为中国没有任何的重机械可以修建 所以当时我们在机械面前可以看到 就是老百姓 当时中国连牲畜都很少 就是老百姓 一个很大的一个石棍子 一群人男女老幼 里面我们看有很老的老先生 又很小的小朋友 用爬的用拉的去把那个机场滚平 让美国的轰炸机 让美国的战斗机可以降落在那个机场上面 而且这个所有参加过 在中国参加过作战 很多很多美国飞行员 也有被日军击落的记录 他们击落之后 老百姓为了掩护他们救他们 也是辅老稀有冒着被日本报复清算的这样的一个危险 辅老稀有用各种方法把飞行员再送回这个国军的手里 这里面做非常可歌可泣的故事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几十年之后 过了这么多年 只要在中国作战过的老飞虎 都会对中国这块土地 还有中国的老百姓有那么深的感情 那真的是生死与共所创下来的 是 而且每一位外籍飞虎队员的制服后面 都写了一条字 对 来花驻战洋人 军民一体救护 是 其实因为当时中国文盲很多 其实那个 所以还看不懂 不一定看得懂 但是他们在夹课的里面 或他们身上还有摆各种 类似像漫画这样的宣传单 就是你看不懂字 你话看得懂 还给老百姓看 我是来帮助你们的 等等等等 不过后来因为 国民政府也会做一些宣传 像有几地方的敌后的部队 或游击队 也会做一些权 所以老百姓大概也都知道 那黄头发的是好的 所以我们应该要帮他们 黑头发的是日本人 大家要注意 对对 OK 好 其实整个战争是残酷的 但是我们也看到当中的互助的 这一段历史过往 所以王老师 其实在整个照片的搜集过程当中 你有看到哪一些 你自己觉得最珍贵 印象最深刻的 我想有 我想照片非常的多啦 其实每一张照片背后 都有一段很深刻的故事 一个照片其实就是一个故事 我在我印象里面 最深刻的是两张照片 给我印象最深刻的 一个就是我刚刚说的 就是这老百姓拉着石滚 来铺机场跑道 这个是代表当时中国人民的那种坚忍跟艰苦 另外还有一张照片就是1945年8月 陈纳德将军因为种种主要是政治因素 他在日本投降的前夕 被美国军方调回美国去了 当时他的机捕车 要往这个机场坐飞机的途中 短短两公里的路 可却来了十几万的老百姓 把整个道路包得水泄不通 他那一段路他就走了几个小时 他有一张照片 他走下机捕车 抱起一个中国的小女孩 那个小女孩的妈妈在旁边 还有很多很多中国老百姓围着他 他们就跟陈纳德将军说 感谢你因为这么多年来 就是你带着这一群美国的战士 出生入死 保护了我们的家园 我觉得那个小女孩象征的就是一个希望 所以说在战火中长大的一个小女孩 四五岁的一个小女孩 就是差不多陈纳德来中国作战这段时间 然后出生长大的这样一个小女孩 这个国家在他们的努力之下 保存了一个他手上抱的这样的一个 下一代的希望 所以让人看着非常的感动 是 我们在今天的早安台湾节目介绍的是 飞虎传奇这部纪录片 而这部纪录片是由公共电视所筹拍的 经过三年的时间很不容易 那在接下来我们再请教王老师了 其实这样子的一个纪录片 我们现在之所以能够看到 很多战争当下的历史镜头 我们看的人后人70年后再看到 会觉得天哪当时是怎么拍的啊 那时候 我可以跟各位报告 那时候拍纪录片 尤其在战场上第一线拍纪录片 是极度辛苦 而且极度危险的工作 我们知道那时候的摄影器材是非常的笨重的 这个我曾经看过美军方面的记录 就是他们的那个战场上的记者 是直接坐在战斗机的后座 跟着战斗机出去作战 他们就在后座扛着摄影机这样子拍摄 所以另外比如说在海上在路上也是一样啊 都是就是枪林弹雨当中啊 旁边的军人在作战 他们就拿着摄影机跟着旁边拍 他们没有武器 没有武器 只有一台摄影机 对而且子弹是不会分辨你是军人 还不是军人的 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光是美国 据估计就有两百多 我记得是两百多个记者 在空中在海上在路上牺牲 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 有一本书叫欧战随军路 有一位美国记者所撰写 他就是从北非登陆到意大利到诺曼币登陆 一直打到这个整个欧洲战场 他写了一个非常 那个台湾也有翻译中文本 写得很详细 可是可是各位可能不知道 那位记者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最后结果是欧洲战已经快打完了 他就赶快来亚洲 好来 结果在这个冲绳作战的时候 就是美军登陆琉球 冲绳作战的时候 他在海滩上牺牲了 是 对他在海滩上牺牲了 对他 所以这本书等于是他的遗作了 所以当时的新闻人员 新闻从业人员 我们要给予很高的敬意 因为他们是用生命保留了 这一些历史的镜头和画面 是真的是很多历史镜头珍贵的画面 所以我们要请教制作人 然后其实在经过这么多年的筹费 到现在终于大家可以看到 这三年来的成果了 你希望观众看到些什么呢 我可以先补充一下刚刚那个旧照片的部分 因为我们的确找到了非常多珍贵的记录 包括当年在飞机上 真的就是在军机上拍摄的 就是轰炸现场的画面 对那有些东西因为影片当中放不下 我们有一些照片是放在我们的脸书粉丝页里面的 对然后有一些很详尽的介绍 我会非常就是欢迎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去看一看 因为我自己看了都觉得 哇从里面真的学到很多体会到很多 然后有一些画面真的是我们平常 你即使看到照片 你也不知道那是什么照片 可是对经过一些说明之后 你就能够深深体会到现场的那个拍摄之不易就对了 对 其实应该也要有一些侧拍 去拍这些摄影师到底如何出身入宿 留下这些珍贵的事 对这需要一些很偶然的机会 不然当年大概是没有这样的做法 对 那如果一般的观众看到这些纪录片 我们可以看到些什么 应该着重在哪一些角度呢 在我们的片中其实分享了很多不同的角度 就是我们非常刻意的 陈纳德是这个片中的一个灵魂人物 就没有话说 因为他带领了飞虎队 然后到了异乡作战 然后达出了非常漂亮的成绩 甚至扭转了整个世界的战局 它绝对是一个重点 可是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在片中 就是除了陈纳德跟飞虎队主要成员的这一段故事之外呢 我们还刻意的就是纳入了很多其他部分的东西 就是包括他们在中国 刚刚王老师讲到 中国百姓怎么样协助他们作战 或是他们跟老百姓之间的互动 有很多非常感人的故事 比如说有个飞行员跳伞 就是片中有提到这些故事 就是有一个飞行员叫本尼达 他跳伞之后 就是被那个湖北的村民救下来 然后救下来之后 当地村民就是花了很多的力气 把他送回安全的地方 对 他个人一直到作战 安全回乡之后 念念 对这段事情念念不忘 经过了60年之后 他还带着家人 七小 然后到当地去 就是回去探访 当初救过他的民众 对 那甚至在他死后 他还把骨灰就是留在中国这样子 对 有非常非常多类似这样的感人故事 就是可见他们之间的情感的深刻 就是是超乎我们的想象的 那当然是因为他们有一段 共体时间的那个共患难的过程 对 那我相信我的意思是说 在那段历史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有非常多不同的面向 然后非常多不同的人的不同的经历 可是那些经历对我们来说 都是有非常深刻的启发性的 也许我们今天面对的 不是那样的战乱的年代 可是我们同样会面对 种种你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对 我觉得他们的那种真情相挺 然后互相辅助的那种精神 包括你愿意为了一些不同的原因 甚至为了别人 不顾自己的那种精神 真的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对 那我当然也很感谢他们 就是说 包括感谢我们在片中访问到这些爷爷 他们愿意跟我们分享 对 因为有他们的分享 我们才能够有机会去看见 然后去回顾那一段历史 是 而且这个时间慢慢的走下去 他们也会慢慢的凋雷 对 留下这些这么珍贵的记录不容易 的确 我们再请教王老师 王老师其实在台湾 我们第二次世界大战70周年 我们2015年也会有许多纪念的活动跟仪式 那至于在飞虎队这一块呢 我们台湾可以再怎么努力呢 我想 我想就是说因为现在 我想我们也不可会言 这十几年以来台湾就历史教育来讲 是比较着重于本土化的历史教育 但是 飞虎队这段历史虽然主要是发生在大陆上 可是我们也不要忘记 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 在冷战期间 陈纳德先生也又召集了不少他当年飞虎的旧部 来台湾成立所谓的民航空运总队 这在大陆上就成立了 后来来到台湾 民航空运总队 简称叫CATCAT 民航空运总队 后来这个民航空运总队也帮助中华民国政府运送物资 或者是这个运送这个敌后人员 因为跟美国进行这个各种的情报交换等等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可以说 我们可以很肯定的说 陈纳德先生以及他的飞虎队的成员 到了中华民国迁台之后 对保卫台湾也是有贡献的 我们知道后来这个民航空运总队的一部分 后来就成为华航的前身之一 所以一直影响到我们今天 所以我想这段历史的传承和这段历史的渊源 依然是我们今天即使在注重所谓本土化历史教育的情况下 应该也是不可以忘记的 我想飞虎队的队员以及陈纳德先生本人 我想无论如何都是今天我们所有台湾民众的朋友 我们应该不要忘记他们 是 好所以最后王老师你做个总结 你希望我们的观众怎么样来欣赏这部纪录片呢 我想从两个 我想我作为一个历史的研究者 我想就是想提醒 也不是提醒啦 就是说想告诉我们的观众朋友两个 就是说两个重要的精神在这个纪录片里面 我们可以去体会 第一个就是在那样一个战乱的年代里面 这个有人可以坚持正义 为了正义 为了帮助一个这个贫穷落后 而且饱受侵略的这样一个弱势的国家 这是一个非常高贵的精神 这是给我们今天这样一个公立的社会 还有这个国际之间如此现实的一个状态 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启示 就人类的文明要维持是不是应该有这样的一个 一个高贵的精神存在 人类文明才能发光发热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今天我们知道中国大陆 我们也必须要承认 最近这三十年可以说是中国崛起的三十年 中国大陆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 现在又成为世界上一个重要的国家 那它跟美国之间的关系 也可以说是时松时紧 这外池内藏的这样一个状况 那中美这两个重要的国家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曾经为了抵抗侵略而携手合作 飞虎队就是一个吸手合作 一个具体的一个结晶 那当这两个重要的国家 吸手合作的时候 人类最后战胜的侵略 才有我们今天这样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 才能够存在人权这些价值 我们可以想象 如果纳粹德国跟日本帝国 要是打赢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那人类文明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们能想象吗 所以今天也等于让我们去思考 就是说中国跟美国 这两个大国如果能够携手合作 为了人类的文明 更好的一个文明的未来而努力 我想是全人类之福 我们在今天早安台湾的节目现场 为大家请到两位特别来宾 主要是要跟所有的朋友推荐 公共电视所推出的历史大片 《飞虎传奇》 在当中你可以看到 你所感动的一个角度 可能不一定像我们今天两位来宾所说的 但是我觉得每个人感动的点都不一样 我们更多的资讯 其实大家可以上公共电视的脸书 或者是节目网站 就可以查询得到了 谢谢两位来到今天节目现场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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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